俄罗斯国防部长上一股11月16日宣布 俄军方于15日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射 击中了一直在轨道上但已被废弃的卫星 美国称 被俄军摧毁的卫星碎片中 至少有1500块可以在雷达上显示出来 对空间站以及轨道卫星构成严重危险 但俄国防部对此回应称 卫星碎片不会对国际空间站和空间活动构成威胁 有个碎片对国际空间站造成风险的指责 不符合实际情况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晚上 也发布公告称 俄国防部的行动是在严格遵守包括 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在内的国际法下进行的 不针对任何人 尽管俄方已在表示 卫星碎片不会对国际空间站造成影响 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 16日在与俄航天集团总经理罗格金通话中 还是认为上面的宇航员依然有危险 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6日指出 美国指责俄罗斯给和平利用太空制造风险 是一种虚伪表现 没有相应事实 俄国防部还就此补充到 美国 中国和印度 此前在外层空间也进行过反卫星试验 五角大楼正积极开发且没有任何告知的 在轨道上测试最新的攻击作战设备 包括无人设备 针对上述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16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称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目前做出任何评论还为时尚早